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前曼聯球探布朗表示 曼聯將在1月運載外租安東尼馬圖斯的交易 布朗說道,如果曼聯在1月令安東尼馬圖斯離開 那不會令人感到驚訝 而且那可能在東窗開啟之前就能提前達成協議? 我聽過有些球隊願意以租借加賣斷選項的方式 引中安東尼馬圖斯 這樣的話,租借安東尼馬圖斯的球隊 會有機會評估他的表現 看看是否會賣斷他以及可能的費用是多少 曼聯現在想要擺脫安東尼馬圖斯的公知 你們會希望他要摸在曼聯找回狀態 要摸帶來一筆不錯的轉回費 我認為他說他是曼聯引進過最低效的球員 坦克似乎都不想要安東尼馬圖斯了 他不在主稅的長期計劃中 所以,如果曼聯可以擺脫他的工資負擔 他們說他能夠用折散的資金 去引中一名替身 多謝收聽,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吧 請多謝收聽,請多謝收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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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多謝收聽,請多謝收聽